记者目前位于常用大学体育馆前广场 可以看到保健营养系的学生在举行保健养乐多的活动 教导同学正确的饮食及健康观念 保健养乐多含义是健康营养快乐多 想让生活有健康的饮食方式,让生活更快乐 常用大学营养学系以举办区位活动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断食法的重要性 就是现在很多网路上都会有很多的断食法 然后就会很难去选择跟判断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对健康不会有坏处 除了有许多的闯关活动之外 在活动现场也提供了许多精美小礼物 让同学们透过游戏了解168断食法 168加搭配低糖是最好 我自己觉得是最OK的 因为生酮其实我们要再吃的话 其实真的严格要吃到生酮饮食 其实我们国人也没办法吃得到这样子 而且吃起来也会很腻 然后生酮饮食如果吃得比较极端的话 其实它还有后续衍生的问题就会出来 那如果你是168再搭配低糖或低碳水化的味噌的话 效果其实蛮有效的 然后副作用相对之下可能会少一点点 透过保健营养学系助理教授詹前一的讲解 让更多人知道正确的健康饮食观念 不过詹助理教授建议 先询问医疗机构或专业人员 以免造成身体上的负担 以上报道由中阮凤梨运品张一婷陈宜中采访报道